各位大家好,又是我馮伟光和大家评论正局的时间 今个星期和大家讲下那位踢宝潜逃的周庭 当然大家出去看我的评论,希望大家订阅、围楼STARTALK 赞好、分享、留言和按下一个小钟 跟我们新片出的时候,系统就会主动通知你 周庭在12月3日生日,他在他26岁变27岁 那一天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他自己说 就发表这个IG,我踢宝了,我不回来了 即是棄宝潜逃了,即是成为逃犯 由于是时间差,他发表的时候 就变成香港很多人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 就已经是12月4日的凌晨了 于是有人说,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 当全中国包括香港特区都在推广国家宪法的时候 周庭就发表了一个棄宝潜逃的IG 他是不是拿警或振兴啊 我觉得这些朋友这样看,一定是爱国爱港 但是他太看得起周庭了 周庭这批人数典忘祖 他们根本就不会记得国家是有个宪法日 他们对国家很多日子都不会喜欢的 都会惊而远之表达一种讨厌的 以2016年10月1日周庭和10个年轻人一起开会 然后写一张照片放上IG 他们年轻人喜欢放上IG 为例,他在这个IG的照片里面写什么呢? 写一句 在这个不值得庆祝的日子 我们一批人,然后母号开会 即是说你看到他对国庆非常抗拒反感 不想庆祝 他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根本不觉得他们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特区 所以这些人是不会记得12月4日什么日子的 他只是记得他生日 他所谓大个女儿又大1岁了27岁了 他要做一个重大决定 这些是年轻人的心理 不论他是黄的、男的、爱国的、不爱国的 在重大的日子 他要做一些事情 可能是证明自己的存在 或者狠下心脏,两个决定 正如周庭那样 他狠下心脏一世做逃犯 香港呢 就是出名长寿的 女性一般是去到88岁的 周庭现在才27岁 以平均寿命计是88岁 他可能更长命 即是说他自死60年 是会成为逃犯 因为他说过他这一世都应该没机会回来的了 从你从侧面看呢 你就看到这些人呢 对他们的所谓革命呢 是几个无信心 当然你一世都没机会回来 那就是说你觉得你一世都见不到 你心目中的一个 我们的中国的崩溃啊 香港特区的变天啊 这是他们在那里争取的嘛 他们说要在那个窩底见嘛 所以其实呢 你看到这些批人呢 口就说到慷慨激昂 实际做事呢 是非常缺乏信心 也都非常廉价 稍稍要他们付出的时候呢 他们就缩了了 好了 周庭呢 之所以能够拿到个passport呢 就是因为呢 据他讲呢 就是因为他去了一转的深圳 他申请了一个回向证 然后呢 有五个国安警陪他去深圳 那这件事呢 特区政府的警方呢 是没有评论 不过我当孤且当是真呢 其实都是反映到呢 特区政府呢 是很想感悟他们 很想透过实际的参观 给他们知道 那深圳发展的几好 国家的成就几好 但竟然周庭呢 就用括号说 辉煌成就 就是加个括号 就是他不承认 这些人呢 是完全不客观地去看现实 我经常说 就算我们很不喜欢 美国打打我们国家都好 我们都要客观地看 美国的科技实力 军事实力 你不喜欢他 你都应该客观去评价他 我当然不希望 香港的年轻人 好像周庭那样 二十六七岁呢 是不喜欢自己的国家 但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有血缘的一些联系 你说的是广东话 虽然他自学日文学得很好 他12月4日 有消息一出来 他就立刻接受 日文的访问 很显然 他就想打什么 日本线 第二呢 我绝对相信呢 周庭会去访问日本 然后呢 唱衰我们国家 特别是唱衰香港特区的 我们呢 在日本的 爱国爱港的朋友 也认为说 日文的朋友 无论是内地同胞 或者是香港的市民呢 在日本 也认为说日文的呢 做好准备了 他应该呢 翌日呢 会去那里做事 因为那是他的市场 其他那些 逃亡了海外的人呢 未必 不是未必 根本日文 日文 不会说到他那么流畅 但是你看到呢 就是 这批这样的人呢 就算你无论如何 花心思 你带他去看国家的城市都好 他的眼都是核的 那样呢 他就只能够 由于他核眼 核心腸 所以呢 他只能够一世做 逃犯 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 吸取这个教训 不要想着 六十年 即六十年 或者八十年 都要背负你一个 逃犯的名义 那你会生活得 相当 不开心的 堂堂正正 做个中国人 开心心 去感受国家的成就 去分享国家的 荣光不好吗 好 今天这集说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